第1143章 横扫 众人微微都有些胆寒 那可不是路边的大白菜 一哥哥一片 那可是法相境的高手啊 在云星海域足以翻云覆云 掌握一方权柄的存在 居然这么轻松的 犹如路人甲一样的死了 那些人 甚至他们都可以轻易的喊出名字 说出他们曾经辉煌的战绩 曾经也都是称霸一时 震动一方的年轻高手 后来更是成为云星海域的统治者 但是现在却死在叶西文的手上 可能他连他们的名字也都不会知道 也更没想过要知道吧 叶西文每一刀劈出 都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几乎刀刀都不落空 异常的恐怖 刀一席卷而起 霸道无双 犹如是远古一尊霸王在征战一般 所向披靡 而这场战斗 进行到了这里 已经开始能用惨烈来形容了 但是双方都死战不退 对于绝影独恶族和独炎龙族的高手来说 早已经心存杀意 必须要杀死叶西文 如果不能杀死叶西文 那么以他恐怖的成长速度 或许用不了多久 就将成为一个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的庞然大物 到那个时候 才是他们嫩真正的末日 现在的叶西文就已经如此恐怖了 如果再给他十年 一百年 他会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还能血战一番 将他搏杀掉 但是再过些年 他们连在他面前出现的资格都没有了 或许到了那个时候 叶西文要捏死他们 不比捏死一只蝼蚁要困难多少了 想到这里 他们心中不由的异常的悲哀了起来 他们身为云星海域的霸主 统治整个云星海域 也不知道多少年 什么时候 有这么悲惨的时候 几乎从来都是他们碾压别人 将别人碾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现在在叶西文的面前 却是攻守示意 小杂种 给我死 叶西文一刀劈死一个毒炎龙族法 向敬一重天的高手 这个时候 一个绝影毒恶族的法相静长老 怒吼着冲过来 直接一爪抓向了叶西文 那锋利的利爪撕裂长空 像是要将天穷都抓裂一般 当即抓向叶西文 就要抓中叶西文的脑壳 他的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仿佛是看到了叶西文的脑袋 被当场抓爆时候的情景 叶西文看也不看 浑身无数毛孔张开 无数的剑气喷吐而出 在他的身体上空形成了一柄宝剑 瞬间披落了下来 轰 他一声惨叫 那一柄宝剑直接将他的爪子给剁了下来 他虽然早已经将双手修炼到了非常了得的地步了 堪称是钢筋铁爪 但是在面对叶西文犀利的剑气的时候 却根本不堪一击 他的身体连忙暴退 但是有一道光芒却斩得比他走得更快 瞬间划出一道绚烂的光芒 那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的脑袋直接滑落了下来 致死都难以置信 他就这样死在了叶西文的手上 叶西文 恶连横 恶武法 恶常在 还有独炎龙族的族长和太上长老 武尊法相敬三重天巅峰的高手 再加上十几尊法相敬三重天的高手 将叶西文给团团围在了中间 尤其是恶连横和独炎龙族的族长两人 他们的心都在颤抖 那是被弃的 那些法相敬的高手 培养一个都很不容易了 虽然说 每隔数百年 都有大批的天才涌出 但是这大批的天才之中 能成就法相敬的 可能也就几个 甚至运气不好的时候 一个都没有 终身都被卡在半步法相敬后期巅峰 这并不少见 在其他的霸主势力之中 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分别 死一个就代表他们这数百年来白干了 何况是一口气死了这么多 现在算算 死在叶西文手上的高手 绝对已经超过了十几尊了 这些高手平日里养尊处优 如果不是遇到了叶西文 恐怕他们也是能够寿中正寝的 他们的心肝如何能够不颤抖 天空中不断有强者的尸体掉落下来 打得天翻地覆 无数的灵气早已经是散乱一场 在那些各大势力的探子们看来 或许还只是感叹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在滴血了 这个时候他们如何还不明白 光凭那些一般的法相境的高手 根本不可能对叶西文造成致命的威胁 甚至一旦被叶西文缠上 就几乎是陨落的下场 没有别的例外 不过这个时候 叶西文也并不好过 毕竟就算再怎么样 那也是数十尊的法相境的高手 当数十个领域全部笼罩到 叶西文的身上的时候 就算是以他的速度 也会被降低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就像是陷入了泥潭之中一般 虽然仍就是强悍的像一个人形的坦克 但是毕竟和最高峰的时候的状态 不能相比了 频频遭到攻击 他身上的金色神性也已经暗淡了许多 被消灭了许多了 这些金色神性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他不是神明 这些本该只有神明才能够拥有 利用的神性 在他的手上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威力 但是同样的 每一缕神性的产生和温养 都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比起那些一伙 还要的困难 现在都暗淡了许多 连叶西文的霸体上都出现了许多伤痕 虽然很多都不过是小伤 天皇在生树片刻之间就能够完全治疗好 但是也足以证明了 这些人的努力也并非是在做无用功 这个时候 海面上数十条巨大恐怖的凶兽的气息席卷了起来 其中每一条都是有上百丈 甚至是更长的海中巨兽 围绕着整个战场转着 一旦有尸体落下去 都能引来一阵疯狂的争强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尸体 这可是法相境级别的高手的尸体 虽然他们在叶西文手上不堪一击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拥有绝对强横的实力 他们浑身的精血 对于寻常的舞者来说 都是天才地宝一样的宝贝 从第一个两族的舞者尸体落入海中之后 这些对于血腥味异常敏感的海中凶兽 就从上千里 数千里外的地方赶过来 整个海面上看过去 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逼迫的各大势力的探子 不得不退回到岛上 远远的观望 根本就不敢靠近 因为那海中的数十条海兽 也是恐怖无比的 这些海中凶兽 身体强横 发起狠来 堪比法相境级别的高手 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向背的 甚至有几个不愿意走的探子 当场被飞跃而起的凶兽 一口吞了下去 那一头凶兽落入海中的时候 居然直接造成了一个水中的巨坑 无数的海水造成了一层一层的海浪 就差没有形成海啸了 可想而知 到底是有多么的可怕 如果是在平时 无论是交战中双方的任何一个 都不会允许这些畜生来抢食 这些可都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现在 他们也都完全顾不上了 只能任由这些海中的畜生 将这些两族高手的尸体给吞吃掉 两族的高手心中愤怒异常 等到解决掉了这个小畜生 就要将这些海中的畜生赶尽杀绝 那些有灵质的生物和族群会顾忌两族的威名 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些海中的凶兽就不一样了 他们根本就是一群只有本能的畜生而已 叶熙文不断调节着呼吸 不断运转着天荒在生树 恢复身上的伤势 叶熙文 在这样子下去 连你也要受伤的 叶末出现 开口说道 只要能够将两族高手全部斩灭 付出一些代价 也是值得的 叶熙文魂不在意 五大高手连连围着叶熙文转动 不断的轰击着叶熙文 今天你休想走出去 这个时候 那看似最为苍老的恶 常在突然爆发了 手中出现了一杆长枪 相影如龙 在叶熙文忙于对付其他高手的攻击的时候 刹那间 犹如是一条毒蛇一般 出现在了叶熙文的面前 瞬间刺穿了叶熙文体表的金色神性 紧接着 长枪瞬间刺入了叶熙文的身体之中 扑斥 虽然叶熙文在最后关头反应了过来 但是他的闪躲还是慢了一步 整个小腹 还是被捅了一个对穿 鲜血当即蹦践了出来 但是叶熙文的反应也是不慢 直接一刀挥洒了出来 横扫而出 按个恶常在几乎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身体都差点被横斩成两半 肋骨都不知道被叶熙文斩断了多少根 他一路急退 疯狂的退到了上百帐外 堪堪停了下来 本来就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 现在更是一副随时都可能会断气的样子 叶熙文这一刀几乎斩断了他所有的生机 在生命力方面 叶熙文比他要强上太多了 恶常在只是看着叶熙文 嘴角吐着鲜血 咧嘴笑笑 道真是后生可畏 没想到人族之中 居然能出你这样的高手 可惜你越是天才 对于我族来说 就越是一个天大的威胁 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能活下去